大家好 欢迎收看百看影坛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电影是初恋50次 男主亨利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花心大萝卜 他撩妹的技巧可以说得上是炉火成型了 各种电影科幻乔蛋都用得上 关键是还有很多妹子吃这套 被他迷得神魂颠倒的 但是这种人自有天收 于是在小饭店里正吃着饭的他 忽然被一道刺眼的光吸引 不远处的床边位置 坐着一位金发碧眼的美女 这道光线就是他手中的餐刀 折射了阳光发出的 亨利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 并且觉得这就是所谓的商天安排 他走到了美女的身边 用自己久逢情长的手段 很快跟美女搭上了话 两人聊得甚是投机 从早上聊到太阳即将落山 在离别的时候 甚至还约好了下次再见 第二天如约的 亨利又来到了小饭店 看见美女依旧坐在那个位置上 于是他兴奋的走了过去 热络的打招呼 并说了一些调情的话 谁知道却还来 美女一连你是变态吧的表情和反应 之后转身就走了 亨利正想追过去 却被饭店的老板给拦了下来 老板告诉了亨利 一件关于美女的故事 很久之前 美女出车祸导致大脑受损 她只能记住出车祸那天前一天的事 之后的记忆 都会在她第二天醒来的时候被重置 虽然知道了这些 但是亨利依然不离不弃 她是真的想要跟这个姑娘在一起 她只真的爱她 鉴于姑娘的情况 她的家人也就是爸爸和弟弟 每天就很忙碌了 为了不让她知道自己的情况而伤心 每天都会把家里一切东西 都恢复到她记得的那天 不断每天晚上都要和她看一样的电影 每天都要把房间的墙刷成白色的 就连沐浴液的剩余量都要还原 在这种保护下 姑娘开开心心的过了很长的时间 她的爸爸和弟弟也没有想过 会有一个人喜欢上她 还为了追求她 和他俩一样陪着姑娘过新的一天 父亲害怕自己的姑娘受伤 所以找到亨利 勒灵禁止她再靠近女儿 可是亨利已经被爱重昏了头脑 她不会就这样停下的 事情总算有点起色 父亲发现 每次只要见到亨利 姑娘才会唱起开心的歌 所以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亨利 大家都以为她的病情有了好转 但是去医院一查 其实并没有 事情还是败露了 有一天 姑娘的车被交警看了罚单 让她知道了真实的世界 回家之后就质问父亲 才知道了真相 自那之后 亨利就想了一个办法 她把所有的事情都露成一盘袋子 每天姑娘醒来去放给她看 这种做法成效颇为明显 每天亨利和她都过得开心幸福 甚至二人还结了婚 生了孩子 怎么看亨利都是人生赢家本人了 如果爱一个人 你会像亨利一样 接受包容她的一切 哪怕自己过不上正常人一样的生活 爱的包容和伟大 正是体现在这里 虽然现在看起来 有些搞笑的情节 有些尴尬 但是男女主颜值都在写 是一部很好看的电影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